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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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 拱修的因缘 再次跟大家来学讲 佛说阿弥陀经大义 如果在演讲当中 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你们多多批评 释迦摩尼佛在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宣讲而无问之说 目的就是要我们 把这个人生能够看透 把我们这个人生的真相 而把一座事实的真相 你能够彻底的明白 了解 那人生这个真相跟事实的真相 指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世间是不实在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 所谓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 它是无常的 那无常的本能是苦的 你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搞明白了 那我们离苦的心 了生死出三界 那就非常的恳切了 那如果用这个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来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呢 上导大师所讲的 万修万人去了 真相对了 确实是事实真相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现在念佛相信净土的人很多 念佛念了一辈子 最后又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你说 他不信 他信得很清沉 是不是 你说他没有发愿 嘴上一天挂着极乐世界 你问他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出了这个念佛堂 你问你的同学 有没有念佛 有 要不要发愿 有啊 为什么去不了 誓言放不下 心里有一个清光 信不真 愿不真 行不利 那你念佛这一生就空过了 就是这个原因产生严重的执着 障碍了我们 这一生珍贵的 医到这个法门的因缘 所以没办法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就是没有把这个原因 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连续的四次的劝导 这个四次的劝导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你看到那个释迦牟尼佛 那个心切啊 你就明白了 在任何一部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 连续的四次的劝导 苦口佛心 你要相信 我们有没有真心 所以上个星期 来跟大家简单的说过了 介绍了 头一段的经文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瑟利佛 他说瑟利佛啊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有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叫做极乐 而这个极乐世界企图有佛 号阿弥陀 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 今现在说法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那在这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最主要的 为我们说明三桩事情 哪三桩啊 三个星期已经简单为大家说明了 但是今天啊 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佛讲有一个世界 名曰极乐 从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佛非常的肯定 来为我们说明 这个世界是有存在的 它不是神话 不是一种推算的 不是 它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有存在 这个法界是有存在的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呢 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表法什么 就是叫我们要发愿 你要发起你的内心 那种愿望 我这一生 我一定要发愿 求生西方起的世界 而让我们一丝好的怀疑 都没有 而且非常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存在的 你要不要怀疑 你一定要相信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释迦牟尼佛 他每一次在讲话 他有四季 我们一定要记得 他不争也不减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描述一件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描述每一件事 他的老人家 不会有增加一点点的 也不会减少一点点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个就是事实 他不是跟你讲故事 不是跟你讲神话 是跟你讲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一个世界 名叫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 这个我们非常恳切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描述一件事情 真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那今天 佛为什么要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十方诸佛国土这么多 佛为什么不劝导我们到山山岛 为什么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你看你们 在这个礼堂 戴着口罩 辛苦不辛苦 辛苦吗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 听说这个南非南非洲 又来了一个 更 更严重的 这个传染 哎呀 已经辛辛苦苦 已经开始要改善 又来一个 所以我们祈求啊 佛菩萨保佑我们澳大利亚 全世界 希望这个能够赶快化解 恢复正常 不然的话 将来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的 那没办法去测读 那佛为什么要我们发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你想一想 我们身为一个有情的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本性 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要离苦得乐的嘛 你去问那些哪一个人 在这个世上 比方说 有一对年轻人 我今天解分了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美满的快乐的人生 是不是 你看哪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天都是追寻外面的这些的世界的欲望 有没有得到快乐 没有啊 有没有得到自在 幸福 美满 没有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里面 都是有共同一个目标 连一只狗 它肚子饿了 它也懂得怎么去吃 冬天来了 它也需要一个温暖的 暴暖的地方 那我们人就不用讲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 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一点 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而得到真乐 我们世间的乐是否有副作用 大家都知道的 它不是真实的 只是把我们的苦暂停而已 那极乐世界之乐 那是不一样的 它是圆满的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是以清静心而献出来的 所以那个世界很美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献出来就是这一个 我们这个Sofo世界之乐 是以欲望而献出来的 所以它这个乐 乐中有苦 是没办法真实的 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一段 一切众生在本性里面 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要离苦得乐 而且这个是得救尽乐 离救尽苦 刚好西方极乐这个名称 适合我们众生 而得到离苦得乐 所以把这个极乐世界 介绍给我们 所以关键 你能不能相信 那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是什么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那既然释迦牟尼佛 劝导我们要发愿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什么方法 你看 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那这段经文的表法是什么呢 就是劝导 持名妙行 这句名号确实真的 在一切法门里面 没有跟这个更妙了 这个确实是真的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句名号 是我们净土中 念佛法门修学的纲要 也是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度众生的为众心 也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 以这个名号为众心 所以用这句名号 来给我们 做一个修行的标志 用这句名号 你能够真诚来念这句名号 你将来就能够得身净土 就好像我们要 跟观世音菩萨借个缘 你一定要念他的名号 你要跟地藏文菩萨有缘 你要跟地藏菩萨念他的名号 今天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解个善语 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你也要念他的这句名号 你念这句名号等能跟他感应到教了 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用这个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上根 什么样的根性 上根仆辈都能够得度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有两个 有这个字 告诉我们有极乐世界 达到极乐世界 你要用这句名号来念阿弥陀佛 那在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在做什么 今现在说法 今现在说法这句话非常重要 关键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关键在这个地方了 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在极数几个都员讲这一部经 三千年后 我们在这个礼堂 读诵这一部经 我们来学习这一部经 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我们有听到 有一尊佛发达寺院 建立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 现在已经消失了 过去 未来我们看到 有一尊佛杀在发达寺院 我将来要建立一个世界 供养给死方一切众生 这个也是过去 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 表示什么呢 为我们表明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来借一个语言 跟大家说明 连此大师在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纲要 这一段经文 林此大师 他又讲了两个纲要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 你看哦 释迦牟尼佛前面讲了两个有这个字 有这个世界名叫做极乐 祈祷有佛 后阿弥陀讲了两个有 但是有这个字在我们佛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吗 有这个字 在我们佛法里面 在我们佛教里面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呢 叫做存在嘛 那如果 存在对我们念佛的人 对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的人 那这个意义重大 这个意义很大 比方说我们这个礼堂 它有功德功德 有空调 有暖气 还有布置这些 看起来庄严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安心 住下来 来学习 来念佛 让我们发喜充满 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 它能不能存在 这个礼堂 它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礼堂一定要存在 如果这个礼堂消失了 这些功德也跟着消失了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我们在 亲见一个老和尚 这位老和尚有得恨 有智慧 有很大的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 能不能存在 这个功德能不能起作用 能够发挥作用呢 这位老和尚一定要存在 如果这个老和尚不存在 这个功德也不存在了 就如同我们今天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也是一样的 如果阿弥陀佛不存在 西方极的世界都不存在的 那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跟我们有意义吗 没有啊 那什么意思呢 临时大师在这段经文 为我们开示了一段 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我们启发什么呢 对西方极的世界 对阿弥陀佛 你要深信 破除我们对西方极的世界 无尽的庄严 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能够破除我们的疑惑 这个就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所以听经 读经 不是为别人读的 是为自己 是不是啊 看到经文 对照自己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是不是 如果连这个读经的意义 都看不懂了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佛法 可能会走错方向 很多人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廉耻大师啊 在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经现在说法 最重要的 前面佛讲到存在 后面释迦牟尼佛 讲到什么 现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来破除我们 凡夫的懈怠 这个林子大师讲的 我们念佛的人 最大的毛病是什么 是什么呢 懈怠懒散嘛 对不对 你不相信 你看看你们自己 在念佛当中 进得多 还是退得少 退得多 还是进得多 你看看你们自己 我们 最大的毛病 就是这一个 你看那个 祖师大的高僧传 居士传里面 他们靠的是什么 他们今天能够成就 靠的是什么 精进 勇猛 今天释迦牟尼佛 今天阿弥陀佛 能够建立西方极致世界 供养给死方一切 诸佛如来 靠的是什么 精进 能够发达誓愿 以这个四十八愿 来勇猛 来精进 来供养给死方一切 都是靠的就是什么 就是精进 世间有三种上根 一切善从这个而生 无贪 无称 无吃 但是菩萨只有一个上根 是什么 精进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到 来跟大家 学习一下 廉始大师 在这一段经文 为什么告诉我们 念佛的人很重要 你看我们一般人 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相信净土的人多不多 多不多 很多 但是真正做好准备往生 西方极的世界多不多 不多 今天如果比方说 我们等一下回去了 晚上吃晚餐 十点要睡觉 突然间阿弥陀佛 出现在你的面前 赖先生 我现在马上带你到西方极的世界 去不去 可能你会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的 你会找借口 你会跟阿弥陀佛说 我还有很多事情 我还没做好 对不对 我们学会 刚刚启发 但我常还没建立 我还很多事情要做 你会想尽办法 跟阿弥陀佛讨价还价的 能不能再等三十年过来再接我 真的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 听到阿弥陀佛要来接应 怕得要死 舍不得 放不下 是不是有这个心态呢 很多 你不要看 当他现前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准备好 像那个江苏 浙江 有一对夫妻 退休的 他退休之后呢 认识了佛法 又认识了净土 非常用功 两个人夫妻 发大誓愿 同生极乐国 他的太太很用功 有一天晚上 阿弥陀佛 现前在他的面前 阿弥陀佛告诉他 现在我就带你到西方学的世界 很发喜 很快乐 当他准备的时候 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他的孙女 当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不见了 隔天早上 在吃饭的时候 告诉他的同修 就是看到先生 我很后悔 做错了一点的过失 阿弥陀佛已经来了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阿弥陀佛不见了 所以他先生讲了一句话 说放下简单容易 做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两个人 更加用功 没想到他的先生 先走一步 站着在窗口 欲字死字 拿着念头 走了 走之前写了一封信 留下给他的太太 就是许他 几十年下来 做夫妻的感情 康康可可的 而最后 写了感恩两个字 而劝导他的太太 你要发愿 你要深信 你要用功 将来我们统生极乐国 我来接你 到最后 他的太太 有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啊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认为不急 对不对 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说 你慢慢来 我就慢慢来 你不急 我也不急 反正来生还有 对不对 来生还在有 将来的人生 再来学佛 再来念佛 反正不急了 慢慢来 真的 师父有认识一个护法 家庭生活得非常好 每次劝他念佛 师父 以后再说 你看 就是用这种的心态来念佛 今生听到这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跟阿弥陀佛一起上演就好 等来世 我再来念佛 等来生 我再来念佛 用这种的观念来念佛 尊敬的主意同修大德 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吗 你会产生严重的一种悠悠汤汤的 用这种心态 有空来念佛 没空就不念佛 反正有明天 还有后天 还有明年 反正有空我来念佛 什么都不重要 你这样的心态来念佛 你会耽误你自己的时间 你耽误自己的时间等于生命 你把你的珍贵的生命 浪费了 所以这样的心态来念佛 你想一想 将来你能不能往生西方解决的世界 那一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 今现在说法 最主要的就是叫我们什么 你要把握当下 你要把握这个现在 为什么要把握现在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因为来生是很难 测掉的 来生不可测 今生你能够得人生 你能够来世得人生吗 行吗 你今生能够生在澳大利亚 这么好的环境 你来世能不能生在澳大利亚 行吗 没办法保障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在三二道怎么办 三二道不要说学习佛法 两个稳到佛法 你就很难 如果我们来生到这个三三道 大家都知道 在三三道没办法学习佛法的 是没办法学习的 为什么呢 诸天太过于快乐 三二道太过于痛苦 是没办法学习佛法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鼓励我们 到这个三三道去 你没办法学佛 你那个木剑林的学生 最得力的学生 他是一位神医 好像名字叫基婆 你看他在世的时候很用功 很勇猛精进的 当他生到多数一天的外院 去享福的时候 他有没有在想要修行 没有啊 每天都想要怎么样来享受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 用现在这两个字来提醒我们什么呢 你现在已经得忍生了 你现在这个忍生 你还有这个机会选择 选择什么呢 你去还是不去 你在三三道你没有这个选择 你在三二道也没有这个选择 你看哪一个动物 他有没有这个选择 没有 在三三道 他也没有这个机会选择 只有在人生 在人道里面 你才有这个选择 你去还是不去 一念之间都在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不要等到死亡来临了 你才来选择 来不及了 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生死 随时都会来临的 在一分秒当中会发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会车祸 死亡来临 种种的 趁我们这个体力还好 头脑还清楚 还能够遇到这样的好的环境 又遇到这样的好的同胜道友 你要赶快选择 你的将来的路 是怎么样的 这条路是怎么走 关键就在你自己本身 没有人能够来阻拦我们自己的 释迦牟尼佛只能为我们只条一个名路 让我们离苦得了 了生死初三界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无比殊胜的因缘 千万不要把它错过了 这个因缘是什么 了生死初三界的因缘 如果你把它抽过了 那可能又等很久了 甚至于可能无量节 你说 你不好好把握这个现在 当下这个因缘 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握 尊敬的追统修大德 你要记得一件事 今生如果你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前面只有两条路 那两条 那两条 其实呢 师父很感谢你们 有你们存在 我才有机会跟大家学习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看如果今生我们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你的眼前只有两条路 这两条路 第一个 不是在三三道 都是在三二道 你要到三三道 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三二道 容易进去 不容易出来 很容易进去的 你想一想 所以 你将来得忍生 能不能遇到这个佛法 也说不准 你能不能得忍生 生在一个好的环境 也说不准 看个人的阅历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 提醒我们 你要好好珍惜 好好要把握当下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错过这个机会 那真的无量皆乐 人生真的无常啊 所以这么无比的殊胜 你们要把握 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部车 这一部车啊 在走动的时候 你不赶快 它上去的话 那以后怎么样 你要靠你自己走路了 一走路呢 那就无量解了 所以尊敬地 举同修他的 斯加莫尼佛 在第三章这个事情 今天现在说法 这句话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破除 我们反复众生的懈怠 千万不要拖 这个珍贵的时间 你对这个时间的拖处 对你们没有好处 而且越拖越糟糕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 越拖越糟糕 很多人就是这个呀 所以斯加莫尼佛 在这一句里面 劝导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 而现在这一句话 值得我们去深心思考 去注意 去留意 如果你明白 斯加莫尼佛 在这一段经文 为我们苦口苦心地劝导 你还会懈怠吗 不会的 你是不会懈怠的 你看过去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修无法师的故事 有没有 他出生了 他是做那个泥水浆的 一生生活很辛苦 他不认识字 后来一道佛法出家 出了家 他有没有讲过一部经 没有 有没有读过半部经 也没有 他天天做什么 种财 洗厕所 砍财 挑水 他只能做这个 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知道这个人生是苦 天天把握当下 天天用功 不懈怠 不放松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在哪一切时 哪一切处 他就非常的用功 念这句阿弥陀佛 但是到最后 你看他老人家 坦西法师 在做办这个 山坛大街的时候 他去帮忙 照顾这些病人 他照顾病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 也是在念佛 只要有时间 他就念佛 累了 去睡觉 起来又念佛 天天就这样干 那后来 告诉坦西法师 我要走了 坦西法师告诉他 法会还没结束 你怎么能够离开呢 修法师告诉坦西老和尚 我不是要走 但是我要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看 什么时候走 在十天 隔天又来告诉坦西老和尚 我可能不等到十天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看 说走就走 说留就留 他老人家做到了 一生以人无生 一生以人无求 人家怎么对待他 怎么骂他 怎么侮辱他 怎么打他 怎么骂他的 都是笑嘻嘻的 看到人怎么骂他 他只有一句话 鼎礼 和掌阿弥陀佛 我们呢 我们呢 不要说打你 讲你一句不好 不好听的话 你会不会不高兴 讲实话 讲实话 会不会不高兴 突然间你今天走出去 这个念佛堂有人骂你 你白痴啊 你笨蛋 你的头脑长在哪里 你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 为什么不讲话 说明什么 说明还做不到 很多这个世上的人 为了小小事情 搞到俱全不灵 甚至也可能会杀人 你看有修行人 跟没有修行人 不一样 会念佛的人 跟不会念佛的人 是不一样的 真的 确实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上导大师说 总在意愿不同 这个意愿是指什么 你会不会念这句 阿弥陀佛 明好 那个修法是就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应当要这样学 你说呢 师父也是有这样的毛病 说实在的 遇到一些 不喜欢你听的 遇到一些 你不喜欢看到的 不喜欢听到的 你会产生一种反对 反刚 不高兴 但是对一个 有真正 有智慧的人 有修行的人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不会被这个境界 而所干扰 而所动摇 这个才是真正学佛的人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临此大师 以 纲要里面来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活在 当下 把握 现在 这个 非常的重要 因为来世 过去 都是假的 来生是怎么样的 是不可测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在做什么呢 今 现在 说法 这个 今 现在 说法 最主要的呢 提醒我们 主要念佛的人 不要懈怠 不要懒散 因为懒散 是我们的障碍 很多人说 师父 我常常要提起 我的精神来念佛 为什么提不出来 这个就是有业障 那这个业障怎么办 只有忏悔 才能够改变 所以不断的忏悔 发愿 我要忏悔 对不对 无论今天有什么样 身体不舒服 像我们身体 有时候不舒服 会产生什么 懈怠 找这个借口 找那个借口 说这个不好 这个那个不好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经文 第二段 佛是怎么说的呢 大家请合掌 设立佛 彼徒何故 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故 名 极乐 经文 我们就念头这个地方 前面 释迦牟尼佛 来为我们 鼓励 介绍 发愿 一定要相信 有阿弥陀佛 你要发愿 求生净土 那下面这一段经文 释迦牟尼佛 要为我们介绍 今天我要到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意义重大 是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死方诸佛 国土这么多 那对我什么好处呢 释迦牟尼佛 在这段经文 讲得非常好 他说 设立佛啊 企图彼徒 何故 名为极乐 释迦牟尼佛 问设立佛 设立佛怎么回答 设立佛没办法 讲出来 只能听 释迦牟尼佛 只能自己为答 自己问 自己解答 那我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极乐 那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没有苦 只有乐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生活 让我们生活 让我们生活最苦的 是在哪里呢 精神的问题 身心的健康 身体的压力 而不自在 很痛苦 你看现在的 这个环境里面 不要说 外面的这些 我们社会的 说说我们自己 你讲一讲 你能够把你的 一生的生活 讲过来 写在一本书 你苦在哪里 可能会写一大堆 对不对 你能不能把那个 讲出来 你把你的 一生的经过 你写成一本书 你戏干的时候 乐得多 苦得多 还是 幸福得多 还是苦得多 一目了然 你看 最近很多居士打电话 师父 我看到我的母亲 现在进入什么样的状况 老人痴呆 师父 我希望我有一天 不要像我母亲那样 让我的儿女 不要为我这样的病 来辛苦 因为照顾一个老人 而且得到老人痴呆的 那个是很苦的 而且 当我们得到这种病的时候 有多少儿女 能够站出来照顾我们 很多人都在推迟 不想照顾 你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 我们得到这种病怎么办 你说苦不苦 真的很苦 那个时候你要劝他来念阿弥陀佛 发愿求生西方 西方吉的事就行吗 很难 那只是一个方面来说而已 还没其他的 你看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一看 医院越来越多 医生越来越少 病人越来越多 很苦的 人一老的时候 什么事都出来了 什么都不方便 你想一想 我看到很多老人 老的时候真的很不方便 需要人家照顾 如果儿女有耐心 有孝顺还好 如果儿女不孝顺怎么办 要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真的 你看现在有一些国家 那个地铁站 在地铁站 很多儿女逼母亲去卖什么 卖一些卫生纸 卖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很多 很多老人的时候 儿女当做一种负担 属于没办法到哪里去 把你放在老人院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业力 我们业力很难转 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个事情 求不得爱别离 种种的 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 这个世上 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真的要把它透彻 看明白了 你要不要再看透 看出不明白 你将来五亮节以来 都是在这个六道 打打滚滚的 流浪的五亮节 你自己都不觉悟 那从这个地方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无有众苦 但所诸乐 乐在哪里 它是永恒的 不要靠别人照顾 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有护士医院 没有看到在西方极乐世界 有医生在看这个病人 没有的 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天都是看到是什么 快乐 平安 吉祥 天天都到哪里去 死方诸佛国土 去看官旅游 去供养 这么好的环境 为什么不去呢 那如果我们懂到这个道理呢 那你就应该应当要 启发你的内心 去了解 西方极乐世界之乐 以说佛世界之苦 你能够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你来念佛 你来发愿 那就容易了 你能够精进而不懈怠 你的勇猛而不懒散 这样念佛 万修万人群 那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佛 在这个环境里面 一切众生无有众苦 但受诸了 最主要是讲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讲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到西方极乐 去贪图这些吗 我们到西方极乐 是不是贪图这些啊 不是的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目标是什么 你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才有意义啊 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发心 怎么样来帮助 怎么样来贡献 给死方一切的众生 那这一段经文是怎么说法呢 下个星期 再跟大家说明 今天啊 简单给大家 说明一下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跟大家借一个姻缘 聚会一处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讲一些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连此大师 刚才我已经为大家简单说明 我再来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把握当下 趁我们得这个人生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那你一定要好好来认真 去找一个更美好的方向 去找一个更美满的世界 去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 无有痛苦 无忧力 无烦恼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 就不败来了 好 今天呢 我就简单跟大家简单说明 那我们呢 下个星期 再来为大家简单 讲解 识讲 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的大意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来回向 难得 这个 讲经功德 我们来回向 请合掌跟我念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讲经功德 回向 Muam 累劲 欣亲在主 恶心在主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徒 若有经文者 西发福底心 尽使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